过去的游民大多是老弱残疾 没有工作能力 而且不过现在的社会 很多的游民都是因为工作没有保障 不只买不起房子也租不起 有一群游民他们就拿起了相机 记录他们的生活困境 透过影像 希望有更多人能够了解他们的世界 一张一张游民拍的照片 有台北以以为傲的101大楼 周围林立美间数以亿计的豪宅 其实背后都有游民们的付出 盖房子洗外墙玻璃 但他们的收入并不稳定 不但买不起遮风避雨的房子 甚至连租房子都成问题 有工资的时候我才会去租 不工资的时候也会租不起 2500元租了一间一平大的房间 但有时候负担不起 也只能露宿街头 面对社会的不谅解 警察的驱赶 游民们拿起相机 记录下自己的处境 一张一张的公园座椅 竟然无他们隆身之处 游民摄影展已经举办第三年了 鼓励游民们带着相机 来和社会进行对话 所以我们就会笑称自己是台北寄居县 就是人的居住状况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吸纳拍出 他有时候有工作 他可能就住在房子里 住在很破烂的隔板屋 然后没有工作他可能住到网咖 然后最后住到公园等等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有些游民一辈子没拍过照 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拍照 不过透过观景窗观照自己的世界 让这些游民们得以重获信心 记者陈淑君张子佳台北报道